大家午安 我们早上有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就是简报制作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像例如说简报做完之后的动画 那还有就是整个在转场过程中 团引电的播放方式 以及简报 例如说我们可能会 失望怎么去做输出的方式 那动画设计绝对是重点 还有我还是觉得说 某片的制作也是一个 应该各位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来透过这几个主题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 当我们今天拿到这一份简报的时候 早上我们延伸继续来去看 这份简报 当我们一刚开始制作简报 应该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简报的一个比例 例如说现在简报比例是4比3 简报的比例4比3 这样子的简报跟现在我们的一经萤幕 或者显示器 它的16比9已经产生了 就是说 不是满版呈现的情形 所以你一定要先学会如何把简报改成16比9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像现在这样一份简报内容 它是4比3 4比3当我们今天去播放的时候 假设我先把背景改成黑色 我先把背景换成 换成随便一种颜色好了 例如说材质 好我现在是 我想材质我也随便选一个不一样的材质 好例如说我选择这一种 这一种材质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观看一下 当这张头影片在输出的时候 输出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看到左边会有黑色的边边 右边也会有黑色的边边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流边好吗 不好吗 所以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的荧幕呢 大概都是16比9的设计 已经没有在设计4比3的荧幕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版型改 怎么改呢 在这里面 它是属于在设计 它放在设计里面 设计然后点选投影件大小 改成宽荧幕16比9 我们现在再去播放一次 你就会发现它变成一个满版 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最上面最下面 它会留一点点的黑边 这是电影模式 电影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都是用16比9的方式来去设计 期待有一天 原自那学的荧幕改成真正for16比9 你就会看到满版整个都是满的 而不是电影模式上下个流一点点的设计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现在动手做一下修改简报的播放 比例是点选设计 然后投影片大小 改成宽荧幕16比9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 接下来我还是要跟各位复习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去看简报的时候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简报我们不希望给别人看到就是一堆的文字 所以通常我们会把简报里面的内容文字放置 放置在什么地方呢 放置在备忘录 也就是说假设您觉得这里面 这里面主管他在报告这个简报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形就是 他必须要念出这是98年度职业训练 资讯管理系统与职讯依往 那如果说你把这些的字全部都拿掉 他到时候他到时候他在报告 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专案名称是什么 他就讲不出来了 所以建议各位应该是把这个重要的字放在备忘稿 那备忘稿你可以透过投影片放映 到时候去设定让他看到备忘稿的内容 所以这点事情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呢通常会把这种必须要 必须要放在备忘稿的文字呢 内容文字把它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 然后剪下 然后贴到这里面 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 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备忘稿 好 那预设备忘稿是收起来的 预设备忘稿是收起来 所以你要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拉上来 然后呢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给各位 就是说这个专案概述完毕之后 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记得这样子的内容我们再做 转换成什么 这样会不会就是那个 我们的简报呈现就会比较漂亮 好 这是提供改善参考 那就麻烦请各位来练习一下 就是把这里面的内容放到备忘稿里 一般内容文字放在备忘稿 我们复习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项目文字 如果很多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透过转换成SmartArt 让它变得比较漂亮 好 那重点是这个背景的颜色 好 例如说我们今天变更颜色 变更了颜色 然后我们设定它为稍微 例如说立体的呈现 可是就是会有同学问说 那这个底色要如何变更颜色 这个箭头的颜色 好 请问这个箭头能不能拿出来 例如说 你想要把这个箭头啊 稍微再调整它的距离 例如说把它再往右一点点 好 这是可以调整的哦 而且你可以单独把它解散群组 我先还原 那更不用说换单独换这个箭头的颜色 例如说我想假设想要把箭头的颜色换成深一点的蓝色 所以点它 建议各位再点一下 就是你选到的是这个箭头 点到这个箭头 然后接下来在格式里面 这边有格式 格式底下的图案填满 这是针对箭头的颜色 例如说我现在把它换成蓝色 你看是不是只有箭头的颜色换色 当然你也可以单独把 你觉得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想要设成 例如说更暗一点的绿色 这我要换成红色 都可以 都可以透过 smart工具格式底下 图案颜色 例如说我假设要换成红色 这都是可以单独换色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建议你 这个配色 这四个的配色 微软公司已经花钱 请别人来去配好 我建议你不要换 但是你下面这个颜色 你是可以再动的 因为那是属于另外一组的颜色 所以提醒你们如何换色 那这可以增加 像例如说把字的颜色换掉 对不对 换成刚刚所讲的 比如说变成粗地加阴影 这样增加这个字 呈现出来的结果 效果 所以麻烦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换色这件事 当前提是你先换成smart off 请问一下哦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 这一个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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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可以做成心形 心形 这是一个影片 你看现在是不是在动 就像例如说 你去参加有些人的结婚典礼 他是不是 他会 就是 做一段影片 然后他会把那个外形改成心形 对不对 你会不会做 不会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学学看 如何把那个影片 影片版应该都是长方形 怎么换成心形 这件事 好 因为这一个做法 居然被询问度很高 请问我想多多少少 你们都会做插入影片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练习一下 插入影片 我是不是有提供给你们一个影片 所以插入 插入里面 从左边往右边去找 越右边的功能 可能就是越少被使用到 好 所以你看 插入视讯在这里 然后我们是不是从 我个人电脑上面来去找 找哪一部影片呢 我刚刚给各位的影片 我先放在 PPT基础版 然后选到这个影片 插入 好 你看 我现在插入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影片 我刻意先把它放在这里面 请问它是什么形状 长方形 对不对 长方形 请问插入视讯 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那接下来呢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长方形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希望针对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 它这边 它分成两块 一块是格式 一块是播放 那格式里面可以设定 你要不要有一个黑边框 像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增加 增加 那个影视讯 影片的边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 宽度 例如说 六点 这样是不是有这个边框了 因为我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说 这个边框的存在 那请问一下 你想要把这个本来是长方形 改成星形 那你觉得是跟格式有关 还是播放有关 格式 对不对 格式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影像图形 请把它改成星形在这里 好 那星形的话 我建议你从长方形改成星形 它可能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建议稍微上下 稍微调整 这样子的星形是不是比较漂亮 星形要比较偏正方形 它会比较漂亮一点 可以哦 来我们来播放一下 可以吗 而且你去真的播放的时候 你去真的播放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星形 它就是一个星形 你去变 好 所以刚刚其实我动了两件事 为影片加边框 以及把长方形的影片改成星形 因为这是被询问度蛮高的内容 所以跟你们分享 所以怎么做 首先就是插入视讯 插入视讯 插入完视讯之后呢 找到自己这部影片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部影片的视讯工具里面的格式 它这边视讯边框可以增加它的边框 还有就是上面这个影像图形改成星形 帮你们动手来去完成 影片如何改成星形 的形态 来去做播放 我现在呢 我现在 假设我现在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我想要放那个 例如说 桃园发生第一起 本土形登革热 你看嘛 像这大安森林发现海龟 因为森林公园要就是 可能是一般的那个乌龟 而不是海龟 好 那桃园应该不会发生这个 本土形的登革热 所以我们来去点Chrome 然后来去下载影片 怎么下载呢 我们就先到YouTube Youtube.com Enter 然后我想那个桃园是 第一例 本土形的登革热 就是你要先找到那一段影片 对不对 可以吗 了解我 了解我现在 就是如何找到这部影片 你们到时候 因为你们各处是 都不是为 请问在座有没有卫生局 卫生局的长官 举一下手好吗 都没有 刚好 刚好 我们这个班没有出现 说明下个班就会出现了 好 那现在我要教你们 如何把这部影片抓下来 所以我们要先点进去 然后接下来呢 抓下来影片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将游标落在这个 就是Youtube.com 这个UBE的后面 可以吗 然后麻烦请把UBE三个字 删掉 往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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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Enter 然后接下来 你就会跳 其实是跳转到 另外一个 网址 另外一个网址 叫做 Yout 可以吗 然后麻烦请选 你看在这边 我们要的是不是MP4这个格式 MP4就是影片含声音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建议选越高越好 解析度就是它的质量 那一般Youtube的影片格式是720 那你现在可能就选成720 好 这个方法不让我去下载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方法 请在那个Youtube的Y前面 Y前面 输入S 可以吗 刚刚那个UBE 如果你要变成那个Youtube的Pro会员 那是要花钱的 不要在这个地方就是花钱的话 麻烦你换另外一招 就是Youtube的这个字前面加SS Anchor 因为他刚刚720啦 是要钱480不用钱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MP4-720下载 对 你就点它 它就开始下载 在这边 可以吗 请问下载的影片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下载里面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好 你快速点一下其中一部 这就是在你本机端里面 怎么会是可能 我记得是真实的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如何去下载 就是跟桃园市政府有关系的影片 如果当你需要的时候呢 你这样的话 就可以拥有这部影片了 你就不用再跟别人要这个影片 然后放在我们的简报里面 让别人来观看你的简报 其实会更加的就是身利其境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记得就是到YouTube 我再提醒你一件事情 他可能也会要收费 他可能也会要收费 但是就麻烦你 不要连去下载 我建议各位就是说 你重新到YouTube 到YouTube 然后再去搜寻 比如说跟桃园市政府相关的 桃园市政府 他这样就不会跟你收费了 好 比如说桃园市政府这边公务局 他有一个就是晋级桃园的影片 如果你要把它下载下来 也是可以下载的 而且不会花你很久的时间 记得就是在那个这个影片 影片前面 这个我们先暂停 然后记得就是在影片这个前面 Y这个字前面 输入S 两个 然后记得点一下Enter键 然后稍微等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点这个下载 你看 等一下看 在前面 你看有看到吗 这个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反正他现在就会把这边跑完 这叫广告 我们刚刚那是广告 可以跳过 重点是你看这边 10分钟的影片 他还剩下24秒 他就跑完了 欢迎你们来去下载 至少你学会 拥有了这部影片 可以让我们的简报做得更好 好 那我们刚刚在制作这部 这部影片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现在插入视讯 然后我个人电脑 刚刚下载下来的 是不是会放在下载里面 然后接下来我选择 桃园市政府公务局 这部影片好了 我就插入进来 那这部影片 你看总共有多长的时间 有10分钟 10分钟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给别人看10分钟 影片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只能挑重点给别人看 假设我只希望别人看 例如说从30秒 开始看到45秒 可以了解吗 所以这时候我只要 把这段10分钟的影片 剪成30秒到45秒 好 那可以了解 等一下你们就把 你们下载的影片 例如说剪成 例如说15秒 所以怎么剪呢 那你觉得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 我们先看一下 30秒到45秒在介绍什么 这边改善更新 这是哪一座桥 你跟我分享一下吧 不然这样就好了 我等一下剪 我要从这边开始剪 从大概45秒的地方 45秒 因为这边有一个进级桃园 然后剪到45到60秒 好那我就要教你怎么剪影片 以前你要剪影片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做 是不是想办法去学会 魏力导演 魅力四射或 Madeo Studio 可以吗 还是其他只要可以剪影片的 像那个 Adobe公司 也有 也有Premium 那相对的 你现在不用再花时间来去学那些软件 因为那些软件可能都是要付费的 直接在这里面学会如何剪 请问一下快点两下 因为我要剪这部影片 所以请问你觉得在视讯工具的格式还是播放 播放 没错 在播放里面有一个剪辑视讯 那剪辑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绿色 一个是绿色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绿色 一个是红色 这是总时间 总时间 红色现在落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开始的时间 你可以用手动输入的方式 比如说把这边改成45 它就绿色就会直接到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往前一点 我想 我想一个整个一个开始 这一台 这一台可能因为没有装独立显示卡 所以速度是比较慢的 而且已经变成没有回应了 我把这个档案重新启动 是在我的 套里面 这个档案 好 显然就在这个地方 我先插入一个视讯 视讯 我个人电脑里面 刚刚下载下一个 例如说 我怕当机 所以在这边至少这有1分04秒 所以我就选择这部影片好了 然后接下来 点选剪辑 那所以我就点 视讯工具播放 然后接下来点选剪辑 先把这个后面这个时间改成什么 0分15秒 这是0到999 他就是把1秒拆分变成 因为只有数位化 他可以把它切分成999个 好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这就是0分0秒到15秒 15秒 假设我后面改成0 好 确定 那现在我的影片呢 就只会播15秒就结束了 你看吃不到15秒就整个结束 这就是影片剪辑 可以吗 这样相对的 你不用 存一个很大的影片档案放进去 好 那当然输出我再教你们 不过重点是 如何剪辑影片 就是透过视讯工具 播放剪辑视讯 来去做一个影片的剪辑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影片剪辑这件事 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 我们这边其实可以去设 设一个书签 书签 设书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在播放它的时候呢 我可以点一下 可以快速到 假设一个很长影片 我可以快速跳到 我要给别人看影片的位置 好 就好像说我们的那个一本书 五六百页 然后这个时候你放一个书签 它就可以在翻的时候 就会比较快翻到指定位置 所以相对的影片它有这个功能 举例来说好了 像例如说这个海龟 海龟这部影片 那新增书签的话 新增书签 就是当我今天在这个播放 然后假设我现在播放一下 我想要一刚开始的时候 落在这个位置 落在这个位置 然后让别人从这个位置开始观看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 视讯工具播放 然后新增的书签 那假设 假设当我今天播放的时候 我就点一下它 它就从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来开始播放 还有这一个很棒的功能 这叫新增书签 新增书签 好 请你们动手玩一下 影片也有增加书签 位置的功能 去背 在简报里面 在PowerPoint的里面 我们是叫移除背景 移除背景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一位美女 它是不是有背景 如何把这个背景拿掉 好 所以现在我们来学一下 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选到这张图片 然后接下来 在图片工具 图片工具里面 第一个功能 就是移除背景 移除背景 那建议各位 移除背景 你可以把人的最下面 就是头发的顶端 然后选到人的最下面 那左右也是左右 比如说选到这个地方 右边选到这个地方 选到这边好了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对不起 你可能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边是不是我要加回来 这边我要加回来 所以你这边有加-的功能 比如说加 那我就把这边画出来 这是加 然后可以继续加 这边没有东西吗 这边要加一点点 那这边是不是要剪掉 剪 好了 做完之后 打勾勾 打勾勾在这里 或者是再继续修改 这边 这边我把它加回来 这边我把它加回来 好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影像 比如说翻过去 可以了解吗 这就是去背 好 那以前你要做去背 所以你是不是要到影像处理软体 不管是Follow Inpeg 不管是Follow Sharp 甚至Follow Cap 你现在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了 你只要在PowerPoint的里面 就可以完成去背 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 来去做一下这个影像去背 影像去背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像在这个地方参训人数 参训人数 我们通常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当会把这个简报设计 有更漂亮一点 美观一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设成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呈现 这边有很多样式 好 例如说我们设成 我就是要有线条 好吧 我先设成这样子 然后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请问一下 如果你的主管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他会怎么报告 他是不是逐条念出来 例如说参训人数 参训人数 我们可以发现 从103年到107年 每一年都有蛮多的人数来参与 尤其在103年有8万人 104年有7万 105年有9万 对 他是不是这样子在念资料 这是在念资料 好 有点就是简单说就是 就是叫面金 所以建议各位 应该要针对这个表格 再多加一点点变化 举例来说我这边 我是不是可以插入一个 这个圆角矩形 我画到这个地方 我画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内容填满为物颜色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在座各位 如果我现在我加了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圆角矩形 框 那你觉得主管他会怎么念这个资料 他会怎么念 对 这个他只念105年的参讯人数高达9万人次 9万人数 这个叫做念资讯 你希望你的主管是像面金一样念资料给别人听 还是你希望你的主管是念资讯把资讯告诉分享给在座的听众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所以你虽然是制作简报的人 可是你要去思考到报告简报者 他看到这资料的时候 他会怎么报告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提供给你们参考 也许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放一个黄冠 代表说他是最多的 对不对 就像那个水果日报 是不是就两个人在比较 他就哪一边胜出 哪一边就放黄冠 黄冠 那你在这边如果没有黄冠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插入 然后线上图片 然后我就要去找一个黄 而且黄冠这个英文单字你们都会 就是Chrome 可以吗 好 所以我想你的主管 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他 不是啦 其实他可能连念都不念了 好 不过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负责引导观众的视觉 引导观众的那个想要看的内容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就换你们现在动手来去把参训人数 这个表格稍微美化一下 然后把它的 把他的那个 例如说 重点 画出来 我们接下来谈一下表格 之后的一个主题 当然就是图片 图片的一个运用 图片的运用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 假如说今天我们来去看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它会有高低需要去做比较 可是 如果说我们换成不是表格的呈现 而是图表的呈现 你有没有发现它自动把那个高低就呈现出来了 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在这个地方 我倒觉得忘记做一件事情了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资料大概多少 跑去哪里 这边 有看到吗 这个资料 既然这个资料 它都已经告诉我们是9万2 所以这边重不重要了 就不重要了嘛 因为我们重点是要告诉别人说 105年9万2人数最多 人数最多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个坐标轴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除非我们没有呈现计数计算次数 好 那你有没有觉得统计图表应该比这个表格的呈现方式更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个统计图表 所以首先我先新增一张新的新的资料表 然后游标这边点一下 插入插入图表 通常我们会做的是直挑图 因为直挑图是这里面 这么多种图表最容易被人接受或者是看懂 所以点选直挑图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选择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你在这边是不是要输入 例如说 例如说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然后接下来 这个 我稍微放大一点 好 我不要这边的资料 然后这个内容应该叫做什么呢 人数 好 例如说人数有7万7千人 8万2千人 9万7万3千人 8万 然后接下来我就关掉了 好 那 针对这样子画好的一个统计图表 记得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例如说增加个 增加这样子一个计算次数 在这上面你可以去选 那这是针对简单的表格是这样做 好 我会想说把那个比较复杂的统计图表 到进阶班再跟各位分享 好 所以请你们到时候如果针对表格 这部分想要更多的知识 你们再去学习 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 比表格更好的呈现方式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麻烦请你们学会插入统计图表 学会插入统计图表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像例如说 我们每一张投影片 每一张投影片 可能都会有这个标题字 这个标题字有的44 这个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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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看到都是44 这个也是44 这个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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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请问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 你这边标题字大小不一致 你觉得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 你希望它一致还是不一致 一致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希望说 每一张投影片的标题字 好 例如说 那个桃园 桃园 桃园市中立 区 首立 本土 登革 热 你看 每一页应该都会有一个标题 那这个标题 我们理论上希望它的一个设定是一致的 不希望它是不一致的 例如说我全部都统一48字型大小 好不好 而且我会希望说 它除了字型大小统一 还有它的那个字型种类要统一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点选 检视底下的投影片母片 来去完成一致性设定 然后接下来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刚刚游标落在的那一张 它用的是这一个标题及物件 投影片的版面配置 这一张是什么功能呢 这一张是整体性 整体性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我点最大这一张 然后首先设定字型 字型 例如说微软正黑体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字型的大小 常用里面是不是44 我想要把它改成48 这个字的字型大小就变成48 然后一定是微软正黑体 因为刚刚在投影片母片里面 字型是不是已经设好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关掉母片 检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从这一张来去看一下 它的字型的大小 会变成48 然后微软正黑体 为什么呢 检视底下的投影片母片 这个地方的设定 这个地方的设定 它影响的范围就是 这一个内容 以及 以及这一个内容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48 这个也会变成48 好依此类推 那我们现在就不一一看咯 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字型 是不是就有不一样 一个是有出体 一个是没有出体 所以呢 如果说当你先 又要再花时间肉眼来去检视 到底是出体 没有出体 你知道那是很花时间的 可是 当你先要办一个国际的研讨会 你不能丢国家的脸 而且你的老板也很在意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一致性的设计 很重要的重点 这个时候建议各位 滑鼠右键 我们先设 重设投影片 重设投影片 这个重设投影片 你有没有发现 原来 原来 这个出体是不对的 出体是 我们手动加进去的 可以吗 这个 这个 重设投影片 是不是就恢复 没有出体了 可以吗 如果你要统一全部都有 出体 那你就要在母片里面设定 例如说 简式投影片母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选到 选到这一个项目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出体 然后接下来呢 投影片母片 关闭 这个是不是变出体了 这是不是也变出体了 这个也变出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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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43 43 虽然是微软症黑皮 也有出体 但加自行大小 不是48 所以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重设投影片 你看 现在是不是变成48了 可以了解吗 记住 真的 你到时候如果像桃园市 桃园市 然后你是属于那种集中资料的 那个人 你可能到桃园市有几区 13区 如果你现在收集13区的资料 我跟你讲 天哪 你会发现 各区回报给你的资料的格式 绝对不会统一 这个时候 这个功能 重设投影片就太重要了 可以知道吗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用肉眼比对 你还不如重设投影片的方式 这样可以医疗永逸 你看这个 这个对不对 颜色不对 字形大小不对 所以滑鼠右键 重设投影片 是不是就改回来了 当然可以 你可以选 从这边选到最后面这边 滑鼠右键 重设投影片 所以我们的摩片设定好了 它们是群组的 对 按重设就好了 就好了 不用一张一张就好 那如果你本身 你第一件 你在做简报 第一件事情 你先设好母片 你后面也不用再重设投影片 可是很有可能 你会拿到别人的投影片 例如说我刚刚是不是也做过一件事 就是复制别人做好标题页 然后复制贴过来 对不对 这很正常 当你在做收集资料的人 尤其在中央单位 像桃园市政府就是属于 比较中央的单位 你要收集各区的资料的时候 这件事情 重设投影片非常重要 可以吗 好 所以大概你先听懂 大概你先听懂 就是说我们要做 一致性母片设定 里面首先你要先设好母片 再来你要把所有投影片 重设 重设 投影片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麻烦你先检视 投影片母片 然后改的是这一个 首先你应该记住 早上我们已经做过 自行的修改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一个 我现在刻意把它改成 48自行大小 出题 常用 48 然后出题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投影片母片 关闭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全选 所有的投影片 然后滑鼠右键 重设 投影片 你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标题 例如说这个标题 一定是4写8 而且加出题 OK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这件事 千万不要用肉眼检查 你就可以很容易达到一致性的设计目的 我希望说我的简报应该都要有页码 对不对 好 那既然都要有页码 那就很简单了 插入这边有一个叫做投影片编号 然后放置在投影片编号打勾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标题投影片中不显示 那你就打勾 就第一张投影片不会有 那如果说你在最后一张也是设定为标题的样式 它也不会有 好 也就是标题投影片中不显示 全部套用 来 第一张没有页码 假设 假设我今天我在这一张的后面 我先插入一张 插入新的一张 我把它设为 现在是不是有17 我把它设为 叫做 它的那个投影片的类型 版面配置为标题投影片 它还是出现 好 反正它现在就只有第一张没有 第一张没有这个页码 可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2 对吧 好 所以麻烦请你们设定 设定第一张投影片没有页码 其他每一张都要有页码 可以吗 好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做 插入 插入页码 好 来画面就我使用一下 您看一下 我现在呢 我希望把第二张投影片的这一个页码 改成从1开始 而不是2开始 因为第一张标题投影片 一般来说 我们给别人 给别人 例如说就做的时候 就看到这一张标题画面 标题页的画面 对不对 然后当你 当你开始讲的时候 你可能会直接把标题面 就直接跳到下一页去了 所以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会刻意把这个2改成1 那怎么做 当然第三页它就要变成2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首先 您觉得在哪一个功能里面 您觉得在哪一个功能里面 设计 设计 对 设计里面 就只有4个功能 你觉得在哪一个功能 在这个 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一个 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 你根本就不会想到在设计里面 好 在投影片大小 制定 投影片大小 请把这一个 投影片编号起始值改成 改成几 0 那有没有-1 当然没有 怎么会有-1 只有0开始 然后确定 你看一下 这边变成地铃叶 没有关系 它变成地铃叶 无所谓 因为它根本就不呈现 然后接下来这一张变成什么 1 有看到 然后这张设成2 我建议各位 那个字大小稍微大一点 如何设定这个字的大小 如何设定这个字的大小 如果你现在在这边设定 如果你现在在这边设定 它会变成什么 只有这个字变大一点 例如说24 这个还是12字型大小 这个 可以吗 所以不可以在这边设 好 等一下再教你好了 就是 就是这个字型的 就麻烦请你把原本这边2 改成1 就是第二页投影片变成1 的方式是设计 投影片大小 制定投影片大小 请把投影片编号 起始值改为0 马上硕定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我有在录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这右下角 当我们今天在制作投影片的 页码编号的时候 我们还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字的大小 要稍微大一点 如何改变投影片页码的格式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是一格一格 如果你要第一张投影片的页码大一点的话 那你是不是可以选到这个部分 然后常用以下改字型大小 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 如果我有20页 我是不是要做20次 投影片页码大小的修改 好 所以这种方法真的不好 不要在这边修改 而应该是要到母片来去做修改 凡是你只要想到说一致性的设计 这个时候就要想到母片 所以检视底下投影片母片 请问一下 我是要修改这一张全部是这一张码的页码在这里 还是我要修改标题页的页码 还是我只要修改其他页 因为你不可能这一页也改 这一页也改 这一页也改 所以我建议是在这边修改 然后选到它 然后请把字型大小 例如说设成20好了 出体斜线 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你看 当我现在把投影片母片关闭 这一张 这是第0张 它是本来就没有的 可是这是不是第一张 它是不是变协体的1 第二张这边是不是也变协体的2 协体的3 依此类推 每一张是不是都做好了格式设计 所以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当你今天要去设定页码的时候 请选检视 就是如果你要设定一致性的格式 页码一致性格式设定 请点选检视底下投影片母片 然后请选第一张最大的这一张母片 然后选到这个就是页码 然后请把这个区块的格式改成 例如说出体斜体 然后把字放大 然后记得最后就剪投影片母片 然后关闭投影片母片解释 这样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一个一致性 投影片页码格式设定 好请各位现在动手完成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其实设定背景 设定背景 我们刚刚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做背景格式的设定 其实可不可以在母片里面 做一致性的背景设定 当然可以 因为在这里面设定的背景 它就只有修改这一张投影片 那如果你有20张 你是不是要做20次背景的设定 它的优点就是什么 20张可以不重复的背景 请问你背景要统一还是不同一 要统一吗 既然要统一 根据我们20张 我们在哪里设定统一的背景 母片 好 希望你们一定要记住 母片它的重要性 那我们就点选检视投影片母片 那例如说在这一张里面设定 滑鼠右键 这边有没有看到背景 这边有没有看到背景 有看到吗 背景格式 这边设定的背景格式是一致性 大家都是统一的背景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设键层填满好了 我希望的颜色换一下 预设键层是 你有没有发现 例如说我把这个颜色设深一点 好了 这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把那个 因为透明度 透明度调整一下 这样就变成浅浅的一个背景 浅浅背景 我再加一个 我再加一张图片好了 桃圆市政府的logo logo 好 例如说 插入 而且直接在这边插入 插入线上图片 桃圆市政府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示灰 插入 那当我今天插入 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呢 各位 各位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 最快速把这张图片 做成浮水印 浮水印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图片效果 然后预设效果的这一个 有看到吗 预设格式8 记得住吗 因为刚刚背景格式 我已经交过一次了 只是我现在 那个背景有太多 有那个建成啊 或者是图片啊 或者是用材质 随便你 好 只是我现在把它用一个建成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要加桃圆市徽 然后当做是浅浅的浮水印 就像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把那个学校的logo 放在那个底层 或者是那个极机密文件 confidential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可是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棒的修改 很棒的功能 就是快速将这个图片改成浮水印 做法怎么做呢 就是格式 这张图片的格式 然后图片效果 预设格式里面的这个8 第8种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在这一张做 所以每一张是不是都有 然后我就要投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 你看一下是不是每一张都有了 可以吗 这就是刚刚就是修改背景 修改背景 那这张为什么没有 这张是不是我额外加了一张 巴德式那个 巴德 我加了一张地图 针对这一张 我加了一张地图进去 可以吗 其他每一张都有 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就是改变我们的背景颜色 例如说建成 但是要在哪里做 可以达到一致性的做法 就是母片 请各位现在动手做一下 所以母片这边我们的结论就是 当您今天要做一致性 一致性的修改 记得就要使用母片 好来去达到这个一致性设计的效果 那我们接下来呢 假设我们在这边新增 因为我要介绍动画 那个动画呢 牵涉到一些动画的一个 一个时机 所以我想 我想还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 来跟各位做说明 比如说我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然后在这张投影片里面 我就插入个文字艺术师好了 插入文字艺术师 好 例如说我想分别出现 桃园市政府 这个动画 桃园市政府 好 那针对这个字呢 我稍微把它设大一点 因为我的动画主角就是他嘛 好 桃园市政府 好这样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桃园市政府 那我的版型把它 版面配置设为空白好了 好 那我现在呢 动画 各位我想应该没问题 动画有分好多种 选到这个物件 选到这个文字艺术师物件 然后动画里面有出现 出现就是本来没有 后来有 本来没有 后来有 但出 一样的效果 飞入 从什么地方飞入进来 对不对 这都是动画 这都是动画 那我现在呢 假如说 因为让你们最有感觉应该就是飞入动画 飞入动画 其实每一个动画的设定效果都差不多 大同小异 可是为了让你们全部了解动画 所以我就举一个最容易视觉化看懂的飞入动画 来跟各位做讲解 飞入动画 点下去之后就设定好飞入动画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1 那如果你希望 你希望就是说控制他的方向 因为他是飞入嘛 所以这边有飞入的方向选项 请问你 请问你飞入的选项有什么 是不是就是方向 对 飞入 飞入的选项 就只有方向 好 所以我假设从右边飞入 从左边飞入 可以吗 好 请问你 你觉得应该从哪边飞入会比较好 如果你现在飞入 由上面往下飞 还是由下面往上飞 从左边往右飞 右边往左飞 就这四个方向而已 自上自下自左自右 还是随便飞 我觉得自右飞会比较好 我觉得自右飞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一般习惯看那个文字 就是由左到右 那你既然要做动画嘛 你既然要做动画 请问你是不是 不是上下飞 为什么不是上下飞 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看左右的移动 左右的移动 因为它是文字 好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是文字我们的读法 是不是由左念到右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自右的一个效果选项 会让别人更清楚看到动画 好 接下来效果选项 选自右 这样可以了解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同时 还有一段落 你可能没有任何感觉 因为同时就是大家一起 那一段落 假设你有四个段落 它就会段落一跑完 再段落二 再段落三 再段落四 好 不过在这个地方 这几个 如果当我今天只有一个项目 这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 它是有差别 可是 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还是希望说能够设定它是一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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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来 那如果你想要做这种设计 那我们就必须要打开动画窗格 然后这里面有更进阶的效果选项 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效果选项 它就只有方向 可是这里的效果选项就更多的一个项目了 好 例如说我希望一个一个跑出来 所以请你们先学会一件事 虽然我设的是动画 是飞入动画 但是我希望一个一个跑出来 是要点选动画窗格效果选项 请问它是不是smart smart out的文字 不是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择效果还是预存 还是文字动画 效果 效果 然后这边 这边动画文字 有分成同时 预设是同时 就大家一起跑进来 这边是不是看到依据英文单字 英文单字是什么 例如说 family 这边family它就是一个单字 好 那这边有没有看到 那依据英文字母 那英文字母是什么 那英文字母是什么 就是f 跑完 再跑 a 跑完 再跑 m 可以吗 再跑 i 再跑 l 再跑 y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单字 跟字母 你了解之后 所以我希望桃园市政府逐一飞进来 是不是要选择依据英文字母或中文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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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确定 那你会不会希望它速度稍微有点间隔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效果选项 这边 就是设定那个延迟 好 例如说50好了 确定 可以吗 一个一个飞进来 就是中间会有停留的延迟时间 好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说把一个动画了解清楚 你后面的几个动画的学习就会比较快 可以吗 桃园市政府 这样子我们就 大致上把 如何让桃园市政府一个字一个字 跑进来的感觉做出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做 就是逐字跑 一般的那个 不是smartart文字 是文字艺术师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这件事情 画面就用一下 因为在桃园市政府这边 当我今天去播放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跑得很快 好 其实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飞入动画预设的期间 整体的总时间是0.75 那我们肉眼觉得不舒服 因为它跑太快了 会让你觉得过度的用眼 导致会产生视力 就是眼睛的疲劳 所以呢 建议是把这个期间增加 这个期间增加 这个期间增加 刚这个动画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期间 例如说设成2 就是整个吧 桃园市政府跑完的时间 设成2 你再去看一下 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 是不是比刚刚慢多了 0.75跟2 毕竟那个时间有秒差 差了1.25秒 所以在这个地方 建议不要射太快 射太快 会让别人觉得不太舒服 那 这边有一个叫做期间 就是整个动画执行的期间 是2秒 那还有 还有就是 延迟是什么意思 就是等待多少秒之后 才开始执行动画 这个就是延迟 好 那我想 如果大致上这样子的内容 你都懂了 以后呢 我想要再跟你分享 分享另外一个动画 例如说 关心您 好 例如说 桃园市政府 出现了之后 我再做一个叫做关心您 但是我要讲另外一个效果 好 怎么做 首先一样 插入文字艺术师 例如说 我做红色好了 关心您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 我希望做 我想要做的是移动路径 移动路径 移动路径 所以当我点移动路径的时候 它是不是由上往下 那可不可以效果选项 再改选由下往上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接下来你就可以去调整 接下来你就可以去调整 就是这个 绿色是什么意思 绿色是 是 开始 然后 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方向 因为它是用一个三角形 所以你应该知道就是 方向就是往上 可以吗 因为结束是不是在 在什么 在上面 结束那个红色在上面 而且结束点 它有放一条 横线 好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调整 我希望这个红色呢 不要调到这么 这么远 可以吗 就是 我希望就是说 它动的距离 我其实是可以手动来调整 好 我们再去播放一下 那你可以从 你可以从 一 二 这样顺序来去播 好 也就是说 桃园市政府 它是不是从右边跑过来 五个 对不对 桃园市政府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个 这个看到吗 下面往上跑 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 所以再教各位另外一种动画 这种动画呢 它叫做路径 移动路径 千万不要做这种 这种回圈的 或者是什么心跳的 这边有好多种路径 那个什么 什么 假设你今天你选择什么 物理中指 你可能就是找自己的麻烦 可以了解吗 反正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效果 建议不要随意的这样子来去使用 你能够使用的动画 其实不多 蛮有限的 建议它会动就好了 不要动的太巨烈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刚刚在这个地方 针对这个物件 我设了线条 然后期间你不妨可以把它射长一点 这样子动的感觉更小 有看到吗 是不是又更慢了 因为你不可能4秒钟之内就讲完 对不对 所以你不用刻意的在2秒之内 把所有动画都跑完 你可以射稍微长一点 例如说10秒 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出 这个东西会动就好了 OK 那就请你们练习第二种 我教的这个线条路径 一样我先新增 想用底下新增一张团片 我现在希望做一个动画是 先出现陶 陶完毕之后 圆 然后 市 然后 出现 陶原市政府 这5个字 但是先后出现 然后接下来陶出现完毕 接下来换圆 对不对 可是陶要消失掉 就是我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呈现 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分别打5个字 陶 原 市 政府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字呢 然后把这个字呢 设大一点 因为他 他就只要放一个字嘛 就是我出现陶 然后接下来要出现圆 所以复制 复制这个字哦 然后贴上 然后把这个字呢 改成圆 然后把这个字呢 改成圆 再贴上 再贴上 正 再贴上 再贴上 好了 那 现在你就不好选这5个字了 对不对 你看 要这样选 因为这边是5个字哦 桃园市政府 有5个字 然后在这边常用底下多了一个功能 选取 选取 选取仓格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矩形2 矩形3 矩形4 矩形5 矩形6 好 好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 对不对 好 我现在打开 矩形2 它是陶 矩形3 矩形3是圆 矩形4 是4 矩形5 是正 矩形6 矩形6 4 好 没问题哦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现在想要选到 我先打开它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选到这个 选这个的话就是点这边 我的动画是什么 出现 出现 所以动画 出现 只是它出现的期间呢 假设3秒出现 上一次跑得很快 出现 蛋出好了 我不要做出现 我做蛋出 然后时间是 3秒 好 我现在再播放一次 有没有 慢慢的出现 出现完毕之后呢 要做什么事 消失掉 可以吗 效果选项 是不是就要变成 这个动画播放后消失 动 播放动画后隐藏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 这个3 那我就把这个眼睛关掉了 圆一样射 蛋出 蛋出 设多长时间 3秒 3秒 接下来 把它效果选项 动画结束后 隐藏 确定 可以 可以吗 请问一下动画能不能复制 这个我在2010年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问 为什么不出这个功能 答案是没有 没有动画复制功能 就必须要一个一个在那边慢慢做 好 可是如果为了好的动画 你这张做是值得的 一样 这个 举行式 然后 蛋出 然后设置时间是3秒 然后接下来设定它的一个效果选项是 是播放后 动画隐藏 蛋出 423秒 然后效果选项是 动画播放完毕之后隐藏 最后一个 蛋出 蛋出 时间3秒 然后动画播完之后呢 这个效果选项 设成 好 我们现在整体来去播放一次 好 好 我们现在整体来去播放一次 好 所以这边有12345有5个动画 所以我们现在去播放全部播放 有感觉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如果你要去做一个比较特殊的动画 其实他做的出来 Fresh那种经典的动画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给你们几分钟来做 还是算了 回去你再看影片来做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会做这个动画 也不怎么样 只是告诉你说 他真的可以做到比较经典的Fresh的动画特效 好 因为这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我们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转场 转场 就是当我今天第一张投影片 这边我就关掉了 第一张投影片到第二张投影片到第三张投影片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他大器的一个做法 转场 他这边我最喜欢的转场的方式 像这些Draw都不要用 这几个Draw都不要用 可是他真的很炫 举例来说我就做闪烁好了 可以吗 而且当你今天做了这个点 全部套用 点全部套用 然后接下来去播放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一个效果 我跟你讲很炫 但是他会被打枪 所以不太建议你这样子 好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是这个切换 切换 然后全部套用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个动画效果 这个转场的效果 这第一张 好 然后第二张 第三张 依此类推 就是好像有切换投影片 以前早期不是在 没有单枪投影机的时候 是那种换单片的方式 然后一张换一张 那种那种感觉 而且会给别人感觉 对我现在就是有那个 切换的效果出来 可以吗 这就是转场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你可以参考看一下 切换还有门 全部套用 可以吗 但是请你千万千万记住 因为有些考试 或者是有些学生 他就是会问说 能不能随机 随机知道吗 一下是什么 门一下是翻转 一下是切换 一下是闪烁 好 那请问你随机怎么做 随机在最上面 随机跑去哪里了 随机 这边 这边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会什么时候出现闪烁 我也不知道 随机 这么多的转场 没有一张会重复出现 可是这种效果不好 千万不要在公家机关使用 这我说的 我在总统府 他限制我教动画 我不能教几个特殊动画 因为他就是不要让大家知道 有这种动画 就是不要摄太多的动画 还有一定要一致性 这是这是我觉得说 可能各位必须要稍微知道的 好那就麻烦请各位来去玩一下 转场的设定 好我现在要教各位就是五秒钟 每隔五秒换一张投影片的动简报 怎么做 假如说今天我这一份 这个职讯以往 例如说假设像那个桃园市政府的简介海报 或简介的简报 就非常适合做成 例如说每个五秒换一张投影片 那这个其实就是透过转场的机制完成的 然后这边转场 然后选择一种 选择一种就是投影片切换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全部套用 那这个期间 不对 对 这样子这个期间不能设太长 然后全部套用 那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再雇一个人在那边 每隔五秒按一下 每隔五秒按一下 因为世界上没有这一个人 可以重复做这件事情 一直做 可能做了二三十次 他可能就疲劳了 所以建议各位就是我们改成用机器来去做这件事 对机器来说他们就很适合做这种事 所以点每隔每隔 然后请把这个 请把这个改成五秒 然后把按一下滑鼠给关掉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们是不是逃影片换页每隔五秒 全部套用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地方你必须要设定 就是什么时候中断 因为现在你按任何按键 都没有效果了 可是它在这个地方 投影片放映 设定投影片放映 要点选这个连续放映 就是刚刚那个动作 叫做连续放映 什么时候才会按ESC结束 就是按下ESC 它就会维止 就是说它会一直播放播放 当我这样按下ESC 它就结束了 这个ESC按键就是中断键 然后点选确定 那我现在就来做一下给你看 比如说我点F5 我是不是就开始播放 我要离开 离开我这个画面 它在转场的时候 是不是透过刚刚我设定的方式强摆 然后它就每隔5秒 换页 1 2 3 4 5 1 2 3 4 5 可以了解吗 然后这个就叫动简报 动简报就是说 它会自己在那边一直重复 不断的播 可是我要请你们看 当最后一页 现在是第5页 最后一页 是不是回去会播第1页 对不对 对吧 因为我还没有按中断 所以最后一页 是不是接第1页 这是动简报 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好 现在到第8页 搞不起12页 所以就稍微等一下 那你不能设太短 例如说假设 你只要给别人看照片 例如说好了 那个我去美国 有一个叫做新闻服务馆 怎么停留在 对不起 它等那个海归的影片跑完 但是 因为那个海归影片 它那边应该有设定到 当今天在播放的时候 它会值得播 我去看新闻博物馆 就是它纪念911事件 然后1楼它放的就是新闻 从苦力之奖 的历年的得主 等于说是得奖作品 你就大概10秒看一页 10秒看一页 好 这个值得看一下 因为快结束了 好 圆 四 如果这样配音乐 你会更有 那个touch人心的那种感动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想 好快结束了 它最后 最后是1617 然后会跑回去 播第一页 18应该没有了 对不对 是不是跑回去第一页了 好那怎么中断它 是不是点ESC键 我就点ESC键 这样就结束了 可以吗 这就是动简报 所以麻烦亲们 只有设两件事 一个是转场 这个 要把它设定 你要几秒钟 然后这个要关掉 按滑鼠 按驾驶 这个可以关掉 然后记得要点全部套用 然后接下来 第二件事情 就是投影片放映的 设定放映方式 要把连续放映到按下ESC为止 这个选项打勾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完成动简报的制作 请你们先动手做这件事 再举一个小小例子 像那个结婚时喝 喜酒 我们是不是那个照片 的播放 影片的播放 不要让它有中断 对不对 因为大家那个时候 新郎新娘 大家都很忙 我们宾客也很忙 我们再忙着吃 还有顺便看 你会不会希望 那个影片就中断掉 当然不会希望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动简报的制作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都是动画的部分 动画 好 好 那最后我想花一点点时间来教你 就是可能只能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简报的输出 输出有几种 那像国际会议可能要在进阶的课程 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 但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教影片剪辑 下一次我就不会教影片剪辑 那影片剪辑完毕之后的输出 这个档案是很重要的 请问一下 刚刚这个影片 刚刚这个影片 它原本可能有一分多钟 可是现在我只剩下12秒 可以吗 那所以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从一分钟变成12秒 所以应该档案会释放出来吧 那个档案大小应该要有所改变 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影片的剪辑 剪辑视讯 它有没有真正把档案 就是剪成12秒 在投影片里面 这一个档案里面 它事实上它有解 但是原始档案没有动到 原始档案是这一个 原始档案刚下载下来 这一个档案是12MB 还是12MB 没有做任何改变 完了 好 这个影片我看现在多长 好 12秒 好 那原本 原本在这个地方 这个影片下载 它总共 总共绝对不止12秒 我看内容详细资料 这边告诉我说 总共几秒呢 总共1分04秒 有看到吗 1分04秒 好 那现在呢 现在这是10 现在是这个是12MB 那我这份简报 我这份简报 我其他的内容 影片的其他内容我不想要 所以我才把它剪掉的嘛 所以接下来 只想我必须要赶快照顾这一段 接下来呢 我必须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这一个影片 把这一个影片 把这一个影片档案底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汇出 汇出 然后 因为这个档案本身 本身啊 他可以 应该是说 在资讯里面 资讯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媒体大小和效能 我必须要把这个影片呢 本来可能15MB 然后把它缩小 他说简报里面的影片大小是15MB 可是事实上 我是不是只有取其中一小部分 所以那个没有包含的内容 其实可以把它给全部都拿掉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手动做一件事 就是资讯底下的压缩媒体 压缩媒体 那通常我们会保留 保留原始的影片 它的品质 比如说 它的品质是多少 我们就做成是多少 例如说720DPI的解析度 我们就维持720 然后接下来他这边说 他说整个本来是 本来这个是12.4MB 可是现在呢 我们经过 因为我只有取其中的十几秒 15秒的样子 所以他现在已经缩小变成什么了 变成可能 1.4MB 然后他是不是节省了这个10.2MB的空间 好 关闭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去把这个简报档案 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例如说 这就存在我的成品里面 好 例如说 我加一个F 点选 储存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有看到吗 他只有7MB 刚刚那一部影片是不是12MB 对不对 所以显然他把那部影片 就是多余的内容 他又把它去做 裁切掉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然你到时候你可能看到那个影片 你浪费了很多的空间 因为反正那一段内容已经被裁剪掉 你也不打算给别人看到 好 所以记得要在输出简报的时候 先做资讯 资讯底下 有一个叫做压缩媒体 好 那 请你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 在30秒后 我就要切换画面 然后做课程的ending 立即 拿之前 两张 时 要 词 那 我 打算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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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课程的最后 我都会把我的座民跟各位分享 不过我们先回想一下 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内容 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我们从如何制作简报 简报里面的设计的逻辑 再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范本 你可以拿过来使用的 范本里面 你只要知道如何去换背景的图片 换成你自己的图片 然后改成你自己的文字 内容可能就变成符合你的需求 另外我们在各位的文件里面 其实有很多标题文字 其实都是要传送过来给简报 来去当作是他的标题文字 然后接下来 Smart Art绝对一定要学会 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些的组合 而且多Smart Art的一个应用 可以参照出更不一样的惊喜 那就是图解式的简报设计 那再来我们有跟各位介绍 他有一些很棒的功能 像去除背景 影片剪辑 还有像例如说你的动画 动画的一个设计 那还有关于母片一致性 以及最后我们谈到一点输出的部分 我希望这些内容呢 你们回去有空在使用到的时候呢 可以去回顾一下 看一下我那影片是怎么教的 应该对你们有些帮助 尤其是母片 真的一定要请你们特别注意 不要每一张头影片都是不一样的样式设定 那我很喜欢这两句话 跟各位来去做一个分享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这杜普托扰人家告诉我们的两句话 他说他这一个人非常喜欢读书 然后每次爱不适卷 就是如果自保一直读一直读 甚至会把这个书读到 我觉得一万次可能太多了 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读书 甚至读到那个书卷可能破掉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下笔如有神 因此他可以写出很棒很棒的作品 他的这种读书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来去好好来去学习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两句话 也把它跟你们分享 因为请你们一定要务必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要是遇到一些电脑上面的问题的时候 都欢迎你们写信来学习 来跟我交流 然后让我们教学相长 那今天应该不是一个结束 因为我在线上那么多的课程 绝对够你好好的努力的 再花很多时间来学习 那我们最后就祝福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快快乐乐 然后能够就是说 在自己的工作上 或者在学习上面都有不断的进步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